担心肺炎疫情扩大 花莲市公所把市区内有11座后车亭的 自来水生理设施暂停供水 市长布贾田表示说 现在是非常时期 请大家多多包容 而不再供水的供水的供水台 会以绿美化花坛来打造街角景观 至于未来是否会恢复供水 要看疫情的状况而定 为了有效防堵新冠肺炎疫情延烧 花莲市公所4月1号开始停止市区内 后车亭自来水生理设施供水服务 避免接触者交叉感染 市长布贾田表示 为了避免有传染风险 因此廉价前就停止 包括了在国安邮局 慈激医院 火车站 大宇街口等11座 现有后车亭的自来水生理设施供水服务 那因应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也针对这11处的部分 在4月1号也正式停止了相关的供水 那主要的原因 很担心说有一些外来的游客来升影之后 那不小心碰触到了 升影的一个机器 那我们也如果还有其他民众在接触 那可能造成了一个感染的一个扩散 也有它的风险存在 所以我们在4月份之前就发文给自来水公司 然后请他们来停止这个升影的部分 那原本这个升影的部分 水质的部分 原本每一天自来水公司都会派员来做相关的检测 那可以安心的使用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忍痛先暂时停止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这段时间也请所有的我们使用者 都能够多多担待 那我们还有陆陆续续有一些政策 会逐步的来把它限缩 那主要原因也是希望不要让 未来有可能的感染风险来把它提高 反而要把它降低 那我们希望说全民能够一起来配合 我们相关不论是中央 还是地方政府的一个政策 那让所有的疫情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控制 阿联市公所7号上午也请了协力厂商 把升影台的饮水设施拆除 未来是否恢复供水 将会是疫情状况而定 市长物贾前表示 现阶段会将不再供水的升影台 以造景花坛打造街角景观 未来如果疫情缓解 则会把使用率较高的升影台逐一恢复 让民众在市区可以喝到新鲜干净的水 借许立琴 华联市报道